天津队会有改变 天津队下半场的进攻基本上就强一强 你看那个大石头啊 就是我们刚才给您看的那个大石头的背面 而且我还发现呢 那上面有一道石槽 从这边一直通到那边 天津队下半场开始以后加强了这个中场的B强 天津队15号孙建军传众第一点漏掉了 再拨然后转移到右边 左边15号孙建军 这是5号少庚 还是协调门前第一点广州队头领出篮解围 广州队队员在这个带球出 庞伟军用这个肩膀这个上面 看看天津队这一次任意球 对广州队的球门能够造成什么样的危险 5号少庚 球已经在空中 传到右边来 全是左边 15号孙建军 天津队在前边这个短船配合和这个大脚的吊船 有的时候选择的时机跟点都不太好 他现在如果是还用那么局部的短船配合的突破对方 他就 这场比赛就难打了 这场球 这样容易给人家断这个球以后 人家反击 马上拿反击 两个人顶完了以后谁也没找到球 7号胡志军 过右边 8号彭伟国下底 传中 天津队的后卫 高一些 颗子高 弹起来也比较高 这是3号石勇 依然是利用这种短船 左边空了这么大一个位置 10号在左边空着 没有人看 但是不肯船 这场比赛 下半场比赛开场5分钟 潘恩德没开2度 这个球我也鼓起得到他睡得那么好啊 当然 这守门员工夫这个角度的 结果他 看他怎么打进去 从慢进 我们再看一下 守门员虽然也是倒地飞身逾越 把胳膊伸到了最长的地 2号胡建平挡出了28分 列第3 在上一场四川全新队6比0掀翻了 沿边线的汽车队 似乎看到了宝吉的一线希望 今天这场比赛非常的关键 射门 局面员的棋子举起来了 是7号合并 顺着这个力往前冲的话 一脚远射 或者是再分 威胁都更大一些 再有就是北京对封线上的尖刀 高峰由于也是有伤 所以今天比赛一开始也没有上场 不过他作为替补 转移左边 下去的5号哨更 这个球传的可惜了 没起来 没有阅位 但是这个雨天呀 球弹地以后 前冲的速度很快 天津队守门员及时出击 天津队准备请求换人了 准备上场的是11号裴锦 下来的是16号侯童 5号侯童 赵雨4号侯童 下来的是16号侯童 这一次角度很小 马迈罗和17号法比亚努和全队的整个配合呢 已经比原来要默契的多 三号卫群突然的插上断球 还是提供了很多良机 还是把球传给18号摇下 投球百度 北京官队队员在今天的比赛里边 整个这个战位还是不错 9号孙伯伟 回传给守门员0号赵磊 接着就是一个大脚 12号代表的投球百度 北京官队抢到第一点 看这个球非常 我想他上场以后肯定是三号卫群 应该丝丝的盯住他 突然的启动到禁区边上在传中 香蕉球 双方在禁区里头争抢 结果都没有抢到这一点 四号 四号韩戏 后个正着 一脚进射 守门员1号是傅宾 北京官队的守门员1号傅宾呢 在今年的假夜联赛当中 给广大的电视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特别是从来访的国外队的比赛里边 表现得更是出色 看板能做 高峰插上的速度很快 用脚背轻轻一电 球进了 十号马卫罗才进去里头 可以表现出队员多么的急躁 结果摔倒了 倒钩射门 没有什么力量 在场的比分2比0 北京官队展示领先 突出空门 球进了 十二号翟彪 这球进得干净利落 抢第一点 攻进了北京官队的大门 现在场的比分1比2 看看能乱 这球落点极佳 摘标的身高的是1比92 利用他的意识 利用他的投球 为四川全新队 得到了宝贵的一个球 现在场的比分1比2 十号阳晨 正向赛前两个队的教练 在进了一个球以后 整个场上的情形 又变得异常的活跃 四万多观众 又喊着熊喜的口号 北京国安队反越位 赵磊出来了 过了守门员 被北京队惯用了反击 打得非常的漂亮 只是前锋显得有些拖泥带水 在守门员赵磊出击的一刹那 实际上应该冷静的起脚射 这球铺球的时候是故意犯规了 那插上助攻以后 那么这边的空档呢 像11号高峰的这个速度这么快 一般队员是很难防住 曹显东是站在球的边上 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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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悬啊 好在9号孙伯伟补位很及时 要不然4号韩旭又已经赶到了 看完能做 这脚射得很突然力量很大 守门员赵磊是扑了一下 但脱手 9号孙伯伟一个倒地的铲射 铲球破坏了 脚球 速度非常的快 缓过两名防守队员 但是被施叫巴比亚诺就得到 10号马麦罗 背后推人犯规了 18号摇下断球 进区前的射门 北京管内队员用身体把球挡了出来 10号杨诚 曹显东 又打反击了 4号是徐建议 18号摇下 背后拉人犯规了 脚球 20号周勇根 缓过一名防守队员该传了 结果这球传的力量太大 刚才是10号法比亚 弄在中间一个绝好的位置 所以这也可以表现出队员太急躁 脚下功夫呢还不倒下 9号孙破伟 3号卫军 12号翟彪在准备往前踢的时候 对方队员把球碰出了边线 现在四川全英队是抓紧一切时间 争取挽回败局 10号 回敲 17号法比亚努 4号徐建议 直接过点的长传 无奈 无奈北京队在这一间的比赛里面防守非常的严密 多球了 11号高峰 断球 结果呢 2号李庆 背后拉人犯规 11号高峰 3号近距离波 四川队断球 4号是徐建议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球处理的就不是很冷静 所以呢像这种 中央电视台 四川电视台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 现在我们是在成都市区中心体场 向大家现场直播 95全国足球甲鱼联赛第17轮 直接把球知道进去里头 曹贤东 还是利用这种大脚 过顶的长垂 12号战标筋 一停 再挑射 这球没有什么力量被守门员得到了 这个队员表现的有些急躁 将近25分钟 现在场的比分是2比1 四川前兴队现在落后一分 如何把这种压力变成动力 看来是余东风应该考虑的一个重要课题了 突然的反差 速度很快到阶级里头 干船了 十秒 全进了 十七号法比亚努 为全新队攻进了关键的一球 现在场的比分2比2平 看看这球的慢动作 这球的功臣呢 应该说是9号孙莫伟 得球以后呢 直接长腿 20号周有根 速度很快 他进区里头 对方的后卫摔倒 很冷静 横着一波 后边呢 是没有扑到这个球 十七号法比亚努 后个正着 脚攻一推 攻进了第二个球 现在场的比分